全智玄 最有名的电影就是 我们哥也蛮没有 没看过 还有郑宇胜 郑宇胜前一阵子演了一个脑海中的橡皮擦 马上成为所有台湾湿奶当中的 还有少女当中的新偶像 太深情 太帅 因为她老婆得到间接性的失忆症 比如说我现在 哎 任爸 你好 小伯父就是人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你是 我是郑宝 是 不认识 他就是这样 真的吗 所以他的老公很可怜 他就一直 比如说可能前一秒钟才恩爱 下一秒钟说 老公要不要再一次 不是 这好像A片的亲切 他电影里面没有这样子 没有这样子 这样老公会累死 但是他就是一个新生代的 新一代的白马王子 我们今天也给他们做了访问 我们现在看看全智贤 跟我们聊些什么 爱无间这部电影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 就是导演在于有家的全智贤 在当中呢 他从一个清纯的画家 到后来受到枪伤变成了哑巴 我们来欢迎全智贤小姐 你好 你好 全智贤在这个片当中 非常的漂亮 就楚楚可怜 不过呢 我们想问他就是说 因为他在当中是一个男生 暗恋他的一个女主角女画家 然后每天送厨局给他 现实生活当中的全智贤 有没有这样子浪漫的故事 有人送花给他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样子浪漫的感觉 所以他很喜欢这种浪漫的感觉 每天一盆花 这样子 你什么时候喜欢的东西 嗯 嗯 어떤女生 任何女生 那种浪漫的感觉 那种状态的状态 那种状态的状态 没错 在这个电影当中呢 应该所有女人看的都会很羡慕 全智贤 有这样的男人每天送花给他 不只有人送花啦 郑宇胜送花给他 另外一个李承载 就是送泡菜给他 这个泡菜感觉不是很浪漫的 送泡菜应该就不会爱上他了吧 김치는 반갑죠 어딜 가나 김치도 반갑 那么喜欢 因为外国 나가면 사실 좋은 김치를 맛집 못 보기 때문에 打起来的 김치는 먹 좋아요 对齁 所以这个电影当中呢 就结合了浪漫的元素 当然也有韩国的泡菜 这个讲起来好像很複雜 大家看了就知道 不只是这样子 在当中呢 全之前扮演一个画家 在街头来画画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找了 我们台北地下街的杨老师 这个画家画画了 38年了 38年 他现在正在用这个 不能涂擦的毛笔 然后来做一个素描 马上就要画一幅画呢 在十分钟之内要 画素权之前送给他做个剂面 不过在电影当中 在电影当中画画对他来讲 会不会是个难度 因为你必须要很专业 现在就是这样子 你会不会画一种 在电影当中画画画中的 实际上是很难画画的 但实际上不是画画的 实际上的画画是不不这样的 但实际上是不这样的 所以实际上画画画面 实际上是不错的 这个会不会对演技上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还是说觉得很爽 没有太直 不用背 有更多的感觉 更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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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非常颜色 如果我看了一个影响 在影响中的感觉 很贵的感觉 那种感觉非常好 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这些是一个考验 配合电影的剧情 今天请到杨老师来花钱之间 他有没有给人家宣布 像电影那样子 付钱 刚才是有过程的性格 有没有什么学习的 我的觉 当然也 pasa 说真的做过 在珍菲斯科的 影响して 在海洋里的海洋中 那我就做了一遍 祝你 謝謝 謝謝 希望全志賢好好地 珍藏著東風送一張小禮物 也謝謝楊老師 也祝福這部電影 也讓大家對 還在看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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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值得這兩句 好 謝謝全志賢 謝謝 謝謝